字幕- 李宗盛 《臉部提拉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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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來講講臉部提拉手術 有人說就是所謂拉皮手術 我個人比較不喜歡用拉皮手術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皮膚只是很薄薄的一層 如果用拉皮常常會以偏概全 然後甚至得到一個很錯誤的觀念 我們都知道老化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很多紋、垂的部分、鬆 我們比較專業的時候 會比較注意幾個要點 一個就是所謂線條、輪廓 很多人都不知道體積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其實很多人都可以感覺到 當有一陣突然瘦了很多 然後鏡子一看怎麼突然老很多 原來就是我們的軟組織的流失 也就是所謂的體積變小 體積變小在我們整形外科裡面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課題 我們這張圖看起來 大家都是年紀的到了就很多紋出來 但是有一些可能大家比較不會注意的 譬如說這裡凹下去 雙下巴出來、火雞脖子出來 然後這個臉看起來就比較方 不像以前的V型臉 這就是所謂的線條、輪廓、體積方面的問題 那這一張各位就更清楚了 文我就不再講了 那各位看到了 你看這邊一坨 然後這邊凹下去 蘋果肌梅 這邊也凹、這邊凹 那我們在做一個臉部的重整以後 各位可以看到 剛才我指的都已經得到很好的改善 那最重要我要告訴你的就是說 這邊這一條線 原來是這樣 現在變成這麼樣的 這條線我們叫做Og Line 所以Og Line就是像這樣的一個 有凹、有凸、像S型的 這是一個年輕臉部的一個線條 這也是我們在做臉部整形 一個追求的一個目標 那我剛才提到的就是說 我不喜歡用拉皮 因為拉皮這樣會誤解說 拉皮手術就把皮膚切掉一些 然後把它縫的緊緊的 這樣就是拉皮手術 其實不是 因為我們要拉 我們東西要把它拉動 一定要把它弄鬆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它玻璃 玻璃想要拉起來 或是位移到你要的位置 然後把它固定 然後再把皮膚縫起來 皮膚縫起來的時候就會多一些 有時候我們把它除掉 所以皮剪掉了 是因為它多出來的 而不是因為我們要把它拉緊 所以要去把它剪掉 所以這個是要提出來說明的 那另外一個重點就是說體積 因為我們都知道 有些地方它就凹下去 那有些地方垂垂垂 所以它那個地方又沒地方好跑 所以就多出來 所以體積的處理是很重要的 譬如說我們看看這個圖 我們可以做玻璃 那玻璃有很多個層面可以去做 譬如有人說到骨末下面去玻璃 有人說筋膜下面 那也有種表皮下面 然後玻璃以後 再我們拉上去 那每個地方 每個皮面的玻璃都有它的好處 也有它特殊的一個作用 當然也有缺點 所以每個位置都不一定會用同樣的一個玻璃的方法或平面來做 常常是一個組合 所以我們做所謂拉皮手術 基本上是要把它變成自己年輕的那個時候的一個樣子 一個很協調的樣子 而不是說變成說皮膚拉得很緊 然後我自己都不認識自己 或是說這個人看起來很人工化 很假假的 開過刀的一些痕跡在上面 這些都是一個失敗的一個手術 譬如說這位女士 各位可以看得到就是 你看 你看她的病角到哪裡去 她病角不見了 為什麼 因為就是因為拉皮 把皮拉割掉 然後病角就不見了 還可以看得到眉毛 這邊都好像被拉得很緊繃的樣子 所以她的臉的四周都有一個緊繃的感覺 可是中間還是一副老老的樣子 凹凹凸凸的 這就是所謂拉皮手術 做出了一個不好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們應該就是盡量避免這樣子 那譬如說一來講說 我們眉毛或是額頭拉皮 那我們手術可以從哪裡切下去 其實你可以從眉毛切 也可以從這邊皺紋的地方 也可以從滑劑 或是所謂的內視鏡這邊打幾個洞 或是傳統的這邊切一個傷口 每一個都有它的好處 都是一個選擇 那原則上 譬如說如果你要拉這裡 原則上越靠近 你要拉的地方的效果越好 但是這方案就明顯 所以我們就把它拉到比較邊緣的 把它藏起來 但是這樣就效果會比較差 那如果你要從這邊弄 那一定要一個很好的配合 那就是怎樣 就是好好的去剝離 所以就不能 就不要用那種所謂拉皮 那種拉緊的那種觀念 而是一種把它剝離以後 把它提上來 然後固定起來那個觀念來做 在額頭拉皮 我們常常會聽到兩個東西 一個是五爪釘或是五爪勾 另外一個是內視鏡 那原則上內視鏡是幫助醫生 好像多一隻眼睛可以往裡面看 然後在做玻璃的時候 會比較仔細比較徹底 不會傷到重要的器官 那五爪釘基本上就是把它定在這個頭皮 然後它另外一側有一個勾勾 可以把我們的頭皮勾住 就是像這樣 它是一個可吸收的東西 在骨頭上面打一個小洞 把它卡上去 然後這邊有勾 然後我們可以把頭皮往上拉過來 卡上去 它就會 頭皮就會長在新的地方 然後它慢慢固定就在那裡 三個月後它就吸收了 那頭皮也會黏在新的 一般是往上的部分 這樣它就功成身退 所以基本上這兩個都是 拉皮裡面的一個一環 一個小工具而已 它並不是一個全部 最重要還是醫生的一個技術經驗 這個小姐 我們就是幫她做了一個額頭拉皮 可以看得到 你看她的雙眼皮束後 都變得比較開了 這是眉毛往上拉的一個情況 各位看得到 就是這個很好的一個效果 那如果說我們只要拉這個眉尾跟眼尾這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在頭髮裡面 做一個小小的一個傷口 然後把它拉上去 這就是所謂的眉尾或眼尾的提拉 它也效果很好 尤其是在那種做過雙眼皮手術 覺得說眼尾垂垂的有點三角眼 那種是最好的一個適應症 那這種手術就不用到 所謂的內視鏡跟五爪定 這位小姐就是做眉尾眼尾的提拉 就是素前素後 她可以看得到 她眉毛這邊都開完以後 都非常的開 神采非常的樣子 這是一個很討好的一個手術 另外可能各位也會聽到說 什麼五爪勾、八爪勾的 這是另外一種的五爪勾 那一樣可以從勾我們中臉的一個提拉 拉到這邊來 然後固定在這 這就是它勾住我們軟組織 譬如說皮、脂肪這一層 勾住往上提拉 所以它的作用就是一個 幫助你提拉跟幫助你固定的一個工具 那這就是一種叫ribbon 有人叫做八爪勾 它也是一樣 它可以勾得比較長一點 譬如說脖子或是下臉上提拉 可以用到它 那很多人以為說 拉皮一定是一個老年人的事情 不是這樣 有些人天生是眉芽眼 那這位小姐 她就是這個地方捶下來 為什麼會捶下來 因為她去做過肖骨 肖骨以後 我們骨頭的面積變小了 所以它上面的軟組織就掉下來了 所以可以看得到它這邊 你看這邊就線條就變得不好 剛才我們講的Og Line 就是變得不好的平平的 手術後我們用所謂五爪勾 把它拉上去 你可以看到這邊的線條就出來了 這是一個很棒的一個結果 就是所謂Og Line 那這位女士也是一樣 它做了上面的一個前額拉皮 也可以做了一個中臉的拉皮 可以看得到這邊 都不棒的紫尤其心 看這一個地方都被拉上去了 這個線條都出來了 所以我們在做拉臉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講到一些線條輪廓 有人說V型臉 那我現在要把它說 也是LV型臉 然後L是哪裡 我們等一下會講 我們年紀大的常常 這個就變成LV型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拉臉的方法 讓它變成這個線條 變成比較V型 這樣是一個看起來比較年輕 比較甜美的一個臉型 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線條弄出來 還有這些凹的部分 可能要就補一下 這樣就會得到一個很好的線條 這個就是所謂的我們的L 你看是一個 連大腸腸這邊會雙下巴 或是很多火雞脖子 所以這個線條會看起來 會變得比較差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 像這邊的切口 或是一些提拉 打指望 懸吊 讓它變得這個形狀會出來 所以我們在做臉部的一個提拉的時候 我們從上臉 就是額頭 中臉 下臉 甚至脖子 我們都要做一併的考量 然後選擇一個很棒的組合來做 那這位先生 他就是臉看起來很瘦 那這時候你把它拉上去 它是變 會看起來變得比較緊 會皺比較少一點 但是它還是瘦瘦的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再補上一個 補脂肪 就是脂肪移植 然後這是手術前 各位看得到 就是這樣會看起來 會你看這邊 皺骨零形的樣子 看得比較有肉 這樣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加分的效果 所以基本上就是我們做臉部的提拉 它並不是一個切皮然後縫緊的事 那應該要好好的去考量一下自己的條件 還有需要 不要每次都做出來跟你一樣一個緊緊緊繃的臉 好像在哪已經見過 好像假假的這樣都不好 那我們做方法通常是多個方法 多個層次來去做 不要說先入為主說我一坐下來 我就要什麼勁啊 什麼釘啊 什麼滴啊 什麼的 其實那些都是一個小小的環節而已 那要跟醫師好好的做一個溝通 還有一個很合理的期待 譬如說你拉皮 你不會想說我可以把我的毛孔比較大 然後變不見 或是把我的細紋都弄不見 或是說我凹下去的拉皮以後就會膨出來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那個就是要合併其他的方法 那最重要的就是說 你要找一個有經驗的醫師 我記得我以前有一個顧客 他跟我說我去哪裡諮詢過了 一看那位醫生比我的兒子還年輕 我嚇了一跳趕快跑錯 我怎麼敢給他做呢 所以這個也反映出說 一個經驗在這個領域上 是一個很重要的考量 這是我想提出來 跟大家分享的一個見解